Hello 美业买美丽楼 跟着Daniel 走 今天又来到星河星宇 相信很多观众都看过不少片 不过因为都长期会有新的观众去问 我都会重新讲一次和详细讲一次 驱慧沙盘 如果是看开这个楼盘的客人 你就可以直接跳到后面 会有一些特价单位出来 好了 现在我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驱慧沙盘 这个是我手指的地方是星河盛景星宇 这里是一个自带商场和地铁的一个楼盘 距离这个地铁三号线永湖站 直线距离50米 你搭升降机就可以去到地铁站 非常之方便 如果我们要回福田挪湖口岸 都可以搭地铁的 先讲讲怎么回挪湖 搭这个地铁三号线 直接一路可以去到老街 老街大家经常去的就是东门 转一号线就可以回到这个挪湖口岸 看回这个高德地铁 大概就是42分钟可以回到车程 42分钟可以回到罗湖口岸 非常之方便的 如果我要回罗马州福田口岸 那怎么去呢 因为现在开条地铁14号线 就可以搭14号线回去 怎样搭呢 从这个永湖站 搭两个站去到大运 转线转回14号线 去到江峡北 再转10号线回福田口岸 虽然要转一转线 但是都很快的 45分钟就可以回到福田口岸 非常之方便的 那另外再讲一下 连堂口岸是怎样最快的 不要搭地铁了 连堂口岸就 因为在深圳 是非常之容易叫车的 直接就在这个出退马路 那里 在永湖站的巴士位置 直接叫车 半个小时可以回到我们的连堂口岸 非常之近的 那么大概车费 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三十几四十元左右 三十几四十元左右 那这样 再讲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星月坐落的片区 是属于这个 龙江中心城的大运新城片区 虽然说是新城 但是已经是非常之完善的配套 因为都发展了十年了 那我讲讲它有个交通书楼 就是我们的地铁大运站 那从我们永湖过去 就是两个站 大运现在已经有三条地铁线 已经开松了 分别是三号线 十六号线 和我们香港人常坐的地铁十四号线 那另外呢 在北九的将来 地铁三十三号线 都是以这个 激活途经这个大运站 其实就是四线交回 那另外还有一个 新卫城轨 就是去韦州的城轨 亦都会在这个大运站里面 去转乘 其实就总共有五条铁路线 在那里 所以为什么大运站现在做得很漂亮 我的客人搭地铁过来 特意经过大运站 整成个高铁站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书楼 交通非常之方便 然后讲一下它的产业 大运这边 主要是做软件和AI为主 有这个阿波罗未来产业城 还有这个Ethan大运软件小镇 就是最主要的产业就是做软件和AI 这个Ethan大运软件小镇 其实可以在示范单位那里 软望望到它 晚上的话 还会看到 那个地方是开着灯 着着灯 是很漂亮的 好了 接着我们再讲一下 这边的体育配套 在我们的大运站 乘搭多一个站地铁 去到大运中心那边 就有个大运体育馆了 大运体育馆那里 一定有这个足球场 蓝球场 羽毛球场 网球场 乒乓球场 乒乓球场 这个室内的游泳池 还有最重要的是 很多大牌明星在那里开演唱会 就好像上个月 7月份好像就是那个摄之谦 6月份就是5月天 接着8月份 这个周末 8月份之后全部被张学友承包了 之前我去拍那个大运中心那里 都去拍过的 另外9月份有莫文蔚 还有10月份有周杰伦 我没记错的话 全部的大牌明星 整天来的 这些明星 之前还有刘德华 都来过开演唱会 那里是体育娱乐于一体 还有购物都是 因为在大运中心 大运体育馆这边 他开了个大运天地 前一陣子我都去拍过的 是一个新开的商场群 是很漂亮的 而且是华润去运营的 你知道华润那些 起的商场 好像我们华润的万象城 深圳湾华润万象城 万象会 这些都是顶级商场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那里是吃喝玩乐 体育和演唱会一体 然后再说说 龙江区其实很重视 这个教育配套 深圳的第一个大学城 都在龙江这边 首先有一个 深圳北理工莫师科大学 这是跟外国的一个联盈大学 另外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校区 都坐落在大运这边 那片区是非常之大的 那个校区是非常之大的 那还有另外一些 本土的一些大学 或者是大专 都在这里附近 那里就形成了一个大学群 好了 接着说到这么远的地方 再说近一点 说一下商业 吃喝玩乐配套 那大运那里 有龙江里面 另外最大的星河Coco Park 那也是坐落于这个大运站那里 那大运站那里 那大运站走过去几分钟而已 那另外呢 沙武超市都在那里 那好了 说完这个远的商场 我说近一点 那就是我们星河盛景 这里楼下 都是个四万方的自大商场 那是属于Coco City系列的 一个中高端商场 那另外 在我们的对面 永湖站的A出口那边 以后呢 就会有我们的新世界的商场 那还有会有这个卓雲商业中心 那里已经开了一个酒店了 就是希尔顿那些负线品牌 叫希尔顿宽频酒店 那样 那另外呢 也有自大三点六万方的商场 那另外呢 走多两步 去到明居山河里那边 也有个小型一点的商场 是两万多方的商场 那总之 在你五分钟步行范围里面 那里已经加上了 已经有百万多九万方的商场了 其实真的 就在你家里下 可以说是走一天都走到你不想走的了 可以 好了 接着呢 再说这些商场行范围里面 我还想去呢 其他商场呢 你可以去到横江 横江那里呢 有个叫 Winter Space的 那里呢 其实就是呢 有一个商场 然后呢 还有天红 那里也在那里 那里呢 另外呢 再去到这个 陆约那边 那里呢 有个叫 新铁匯里 我下次又拍给大家看一下 又是一个大商场 很漂亮的 也是 又是 因为 龙江区住的人口 很多 所以呢 这边完全不缺商场 这边是 还要 这些商场呢 都很热闹的 那里也有个I city 和Walmart 那里呢 那不过这些商场呢 其实以后呢 最方便 都是我们自己 自带的商场是最好的 那大概就这么多 好 我现在看一个沙盘先 好 我们的声语呢 就是我手指着的这一栋 是的 01到08单位呢 就是看着这个地铁这边的 那到时就可以 商场起好完 就看着对面 新世界商场的夜景了 那这个就是永湖站 永湖站 这里呢 到时候呢 有条 天桥呢 正在建立的了 直接连通道商场的 那这个 只是去商场而已 那如果要回我们公寓的话呢 就在这个地铁站这里呢 下来之后呢 走回这个地下通道 这里 不是地下通道 地面通道 一路走过就是 穿过去 很方便的 那自带呢 一个空中花园 那可以到时下来 这个位置 这个架空层这里呢 它会有健身器材的 那类似是跑步机 单车机 还有那些 雅琳那些都有的 我上次去拍一拍过 不过你现在就暂时封住了 没弄好 那到时呢 就会开放 给这里的居民去用的了 那这边是住宅来的 有两栋住宅在这里的 那共用这个呢 比较大的空中花园 那这样 那下面这里呢 就是一个四万多方的商场 到时会有 戏院啦 各式各样的食肆啦 买衣买鞋 超市都会有 因为四万方的商场 其实都挺大的 那四万方商场 就等于四十万尺的了 香港的那个 都OK的了 那这个就是永湖站 由于这里呢 是一个停站位 它很慢很慢地进来的了 而且呢 这个呢 永湖站 和这个公寓呢 是水平的 那基本上呢 其实你进来 是没有噪音的 对这里 公寓的居民 噪音影响是很小很小的 那另外我说的是 新世界的商场就是这里了 好转过来 我们看一下 另一边 这个呢 是一个西北朝向来的 那它前面呢 就是学校来的 这个学校 而且还升级了 就是变成了 深圳不理工莫师科大学的 附属龙岗玄山学校 升级了 到时候呢 会将它升级 越来越英俊 那这边就是山景 那所以这一个朝向呢 就望永久山景了 那也都这么空旷的情况下 其实通风 彩光都是非常之好的 是很不错的 因为这个价钱 都很划算的 那些户型呢 有这个三十七 和三十八方的开房式单位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七十多方的两房单位 那就是朝向不同的 而且呢 右边是有窗台 就是望山这边是有窗台 望山那边是有窗台 望山那边是没有神送窗台的 那不过呢 就望商场那边 望地铁那边 那边呢 那单价贵一点 反而望山这边呢 那单价是便宜一点的 那各取所需了 好 现在我们呢 就去看一下这个示范单位 和呢 去看一下特价货了 那些特价单位呢 开房式的话呢 就 呃 现在便宜的那些呢 七十三万左右呢 都买到的了 走一走去地铁站那里 好 现在我们就在走 这个通道呢 过去地铁站了 这边有人行道的 这边是捷径来的 这条是 旁边这个位置呢 就是到时我们的停车场出入口了 那而这一边呢 这个停车场呢 是去商场的停车场来的 这里是 商场呢 已经是内部装修状态了 那星河这方面呢 你不用担心 商场会是死场 No 不用担心 你常去的星河Coco Park 那星河Coco City 各式各样的星河Coco Garden那些呢 香港都常去的商场 其实就是同一间公司来的 好 这个就是那个地铁站了 非常之近的 非常之近的 那个框架已经整好了 连到商场那里 那商场前面呢 都有这些花园的 好 那这个就是商场了 四万坊 由这里 一路延伸到 去那里的 我相信应该够用了吧 四 四十万尺 因为四万坊 那以后呢 我们的公寓的住户是怎么去这个商场最方便呢 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了 好了 以后这里呢 有个側门的 这个商场的側门来的 那我们的公寓住户呢 就走側门是最方便的了 那这些都是側门来的 那些商场是側门的 那这样 不过这个应该是商铺的部分来的 那前面这几棵树呢 就是我们公寓的入口了 那这个就是那个学校了 只有四五层楼高的 就很矮的 前面就是一个 运动场的位置 好了 公寓挺有气派的 一点都不输涉给住宅的 到时候那些管家的保安呢 就会坐在那里 那另外还有些其余的保安呢 就会坐在那里面 看着这些CCTV的 对了 那会监测着整个小区 发生的什么状况 到时候呢 那些客人呢 那你想下来接他呢 可以叫他坐一坐 先在那里 或者我们那些住户呢 走到累了 在那里坐一坐 再回上去都可以的 那你看到 铺上了那些雲石很漂亮 那些灯光做得很漂亮 他真的按照 酒店级的标准去做这个大堂 那两边呢都有梯的 这边有四部链 这里其中一部货链 然后这边有三部链链 那对面都一样的 那分开两边上的可以 那就可以做一些分流了 那这个电梯呢 就是用这个日纳电梯的 进口日纳电梯 快速列来的 那到时交流都很漂亮的 那电梯 进口日纳电梯 对了快速列 好 现在我们上去看看了 到时候走廊就是这样的了 那我们简单看开放式单位先 因为之前介绍得太多了 那给大家看看这些户型 那这个就是不带窗台那种开放式单位了 那详细的可以WhatsApp我 到时候呢 给大家看看另一条片 详细的版本是怎样的 那些交流标准的那些 详细说 因为这个我想它快点出片 我要摄影师简单去剪一剪 那样 因为这个盘我离了 拍了很多次了 好了 过旁边呢 看看两房了 给各位观众感受一下 这个两房放在家具之后是怎样的 大门 鞋柜 那它的交流标准呢 是不带这些傢俱的 纯粹给大家看看 但是呢 搬不动的这些是有的 那些柜啊 油烟机啊 炉头啊 厨柜啊 热水炉啊 这些是有的 预留了一个放单冷冰柜的地方 好 接着这边呢 就是小房了 跟我平时看开的那些呢 住宅小两房呢 其实差不多大小的 好 接着这边就是 厨房的位置了 好用心的啊 用的都是漂亮的 其实我有个详细版 在之前的影片里 到时候呢 大家有兴趣呢 就WhatsApp on 我可以呢 放之前的影片给大家看的 好 接着客厅了 现在卖的呢 就是对面的户型 转头呢 它给大家看完 和这两房什么不同呢 它多了一个窗台 这个就没有窗台的 这个 不过它放在傢俱呢 给大家感受一下 放在傢俱之后的位置 那些空间 那对面这里呢 就是新世界那个 我们香港新世界呢 会建一个商场在这里的 地铁站就是这里了 地铁站啊 这里这里 弄到七七八八了 下面就是我们的空中花园 空中花园 很漂亮 我那天呢 去进去了 前几日上的那条片 大家都可以继续回来看 那接着 我现在坐在梳化的位置先 这样 看回来 那到时候呢 在卖旁边的那边呢 这里是变了窗台的 就没有了这个露台 那个露台呢 就不浪费衣服的 因为露台太小了 那露台 纯粹呢 就是呼吸一下 那样的 那露台就是这样的了 尚小过的 那这里呢 是放了一张 咪五床 即是五尺床来的 放到五尺床的 这间房 那这里就放了 那这里就 好了 接着看一下 对面了 真正在寿的呢 就是对面那个 唯一的不同呢 唯一的不同呢 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个 有个窗台在这里 厨房呢 差不多的 和旁边的差不多的 对了 还有那个朝向 那边就是属于这个 东南朝向 这边呢 就是西北朝向来的 但是呢 你看看山景是挺漂亮的 这边就 这边是宁静一点的 看着这个山景很舒服的 看着这个山景 这个两房我觉得 值得买的 因为有个特价单位 129万5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130万几百这样的 那在十楼那两个特价单位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呢 下去呢 十楼这个 实体楼了 那现在是吵架一点的了 因为呢 装修正在里面 好 那又骚髒一点 不过呢 很有可能呢 会提早交楼 我就不介意去这些工地 只需要呢 拍到一些真实状况 给我的客人看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现在呢 它的装修状态 就没什么危险的 那 偷偷地进来的 现在都是 好了 下来十楼了 那 你看到个 大堂呢 和刚刚示范单位做的那些一模一样的 而且会很光亮的 你会看到很多灯 走几步 有灯走几步 有灯这样的 那些砖呢 都铺了 好了 好了 看看这个我最推介的 这个 1001 这个单位 和我们平时看的那些两房呢 那些小两房的住宅差不多 很多的 那 进来这里呢 先看一个圆关的位置 和这个两房的门是大一点的 到时候 那些大件傢俬进去都OK 和我们平时看的那些住宅两房的厨房呢 都差不多大小的那样了 也都有窗 好 我们现在呢 看看个 toilet的那些位置 这就是toilet 马桶的 装好了 好 这边呢 就是个客厅了 到时候有客厅在这边 那啊 跟着 这边就是那个主人房的位置了 另外这边呢 就是那个小房了 哇 上次来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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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大村屋呢 我損近一點 這些就是村民的山頂的自建房 好 這裡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和客廳剛剛看的同一個景觀 這裡的小房 你看看有些長 我先摸一下 好平整 質量真的很不錯 還有它的裝修呢 都貼了這些保護膜 好 這個是01 再看到個08 08就去到那個尖尖位 1008 為什麼奧華買01會好些呢 最主要08 08呢 旁邊有一棟樓在這裡 有兩棟樓在這裡 不過其實景觀都是差不多的 是的 格局都一樣的 主要是不同的 景觀 08呢就是 這邊是廳來的 這邊是廳 這裡是主人房 這裡是個小房 這裡是個小房 這裡是小房 景觀呢 就差不多的 主人房景觀 不是差得很遠 好 再說一下價錢 那如果呢 我站著的這個單位 是最便宜的 就1008號單位 就129萬5千多 是的 底價來的了 這個已經是 因為它特價速銷 前幾天呢 出了四間出來 已經當日就買了兩間出去了 對面呢 看著商場的那兩間呢 就賣了了 那你現在呢 看著山景的那兩間呢 還未賣的 總之我現在站著這個 1008單位 129萬5千多 剛剛呢 另外呢 那邊那個呢 就 1001號單位呢 就130萬 130萬 130萬幾百 這樣 好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打回我電話 979-443-82 979-443-82 979-443-82 一定要 抓緊時間過來 因為呢 我也不知道這條片出了之後呢 還有沒有貨了 好了 今集節目差不多 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